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Derek Sir 我們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信修學院 其實每年都收到很多非本地 又或者是非華裔的學生 正因為這樣 我們專門在葵興校舍十樓 做了一個叫做 Free Eye Initiatives Room 的地方 來舉辦很多不同的文化活動 究竟這間 Free Eye 房是怎樣的呢 而這三 Eye 究竟又代表什麼呢 不如我們今天一起看看 當大家進來的時候 可能覺得這裡好像很簡單 沒有什麼特別的裝飾 但其實我們選擇傢俬的時候 花了很多心思 就像這些桌子一樣 你看到有剃形 又或者像現在這樣 你看到有三角形 這些形狀的桌子我們平時很少用 那為什麼我們會選擇這些桌子呢 就是當你發現 原來我們可以用這些形狀 拼湊出不同的形狀 亦都可以有不同人數的 Sitting Group 讓我們做不同的 Discussion 的時候 可以方便很多 有時大班人談 有時小班人談 有時我們都添置了很多這些方便移動的展示板 很方便大家在不同的地方上 做一些 Presentation 不如這樣吧 大家看看這張椅子 究竟這張椅子比起一些有扶手的椅子 大家喜歡哪一種類多一點呢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 我喜歡有扶手好像舒服一點 其實都要講講大家究竟在這裡做什麼 如果有扶手的時候 很適合大家去做一些固定的工作 譬如說你長時間用電腦的 長時間打字的 你就可以將你的兩隻手 放在一個扶手上高 但好像現在這樣 大家可能會有很多仔聊 很多動作的時候 有個扶手在這裡 反而還會阻礙自己 沒有那麼方便 其實很多人做室內設計 Project 的時候 都會利用這些方法 用不同的家具的佈局 選擇 來鼓勵 又或者方便人做不同的事 好了 譬如像現在這樣 如果這張是一張會議桌 你覺得這樣的坐法 跟現在這樣坐 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相信大家都不能發現 原來我們坐原桌 帶出來的感覺是比較casual 比較親密的 和我剛剛所坐的桌原型桌 又或者是長方形桌 帶出來的效果 很嚴肅 很formal 是絕對兩個不同的效果 好了 大家應該都很緊張 究竟我們的小可愛是誰呢 不如之後就請我們的MISS DATTY 我們FreeEye活動的統籌 說一說這間房間的一些小故事 Thank you Derek Sir 大家好 我是Betty 今天我要在這裡和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3i initiatives 3i initiatives用中文說 即是三i文化倡議 這三個i分別代表了三個英文字 第一個是inclusiveness 代表共融 第二個是internationalization in place 代表在地國際化 第三個是intercultural awareness for businesses 代表的是跨文化意識的覺醒 今天要在這裡和大家一起分享 關於3i的一個小知識 大家見到在我面前有一輩粉粉紅紅的飲品 究竟它是甚麼來的呢 其實它就是我們所有的穆斯林朋友 在慶祝他們的開齋節時會喝的一種飲品 它是怎樣製造而成的呢 就是由我們旁邊的這支濃縮的飲品 叫做Ru Absar 製造而成的 其實我們這一杯Ru Absar的濃縮飲品 裡面有些怎樣的原料呢 其實裡面就會有玫瑰 對啦 水果以及各式各樣的香料 其實這一個就正正好像我們的香港社會一樣 用多元的不同的文化 構造出這一杯 這麼美味 這麼不同的飲品 Derek Sir 不如請你喝一下吧 謝謝Ms.Petty 這麼客氣 大家試過這杯的味道沒有 我第一次喝 試一試 味道真的很特別 我便慢慢喝 還有今天我們講到家師和一些文化的小知識 究竟下星期我們會再講些什麼呢 留意我們下一集啦 拜拜